这是一段让你完全放松 平静的时刻 这是一个让你感受温暖 自在的原地 在当下 在这里 你可以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是你的心灵守护者 我是安安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安心So Good 我是安安老师 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 安安老师要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的新书 书名叫做安心正念课 现在在内地已经发行上市 这本书当中呢 讲述了正念的概念 还有实际的做法 如果你想要生活得更健康 更快乐 并且增加你的工作 绩效 学业表现的话 正念都是被科学研究 一个非常有效的方法 世界上许多顶尖的大学 或者是公司 他们都非常推崇正念的功效 在这本书当中 安安老师也附上了二维码 让大家可以扫码 就跟着音档来做练习 所以非常的实惠 又非常的方便 鼓励大家可以到各大构书平台上面 去找找这本书 安心正念课 推荐时间完毕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节目 欢迎小米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小米 小米是新近人妻 对啊 而且我也是准妈咪 对 所以她现在大了一个肚子在录音 对啊 你待会不会孕吐啊 不会 我很健康 我很享受我怀孕的过程 我每天都跟我的宝宝说话 她有回应吗 没有 但我就一厢情愿 然后今天我们要讲一个话题 就是呢 很多人都很喜欢晒朋友圈 然后就是晒比如说自己在美国啊 或者自己在一些大城市纽约 什么伦敦的日子这样子 就比如说都是吃洋食 然后穿着很洋派 然后那种就是纽约的街头的英伦风 或法国巴黎的一种时尚风 然后但是呢 很想要洋气 然后甚至是你知道 我有一个朋友她来台湾 所以你们觉得洋气的女生很了不得 没有 我有一个朋友 她是上海女生 然后她来台湾念书 然后最近寒假她就回上海 然后她的朋友圈发的文 大家都称赞说 你终于脱离台湾的土气 要回到上海的洋气 所以呢 就是好像洋气对于大家来说很重要 但是我们今天就要谈一谈什么是真正的洋气 台湾根本没有洋气这个词 对没有 对啊 我妹是到那时候去广州工作才学习这个词 因为大家都说我很洋气啊 都一直说我是一个洋气的人 我才发现这个词 我妹到广州工作的时候 很多人看到她都一直说 天哪你好洋气 但我妹明明就是个台湾土妹啊 她也没有出国流过血 但因为我整个人就是很洋气 所以请你敲敲她的家 什么是真正的洋气 因为我妹看了 比如说我的朋友圈里发 不是我啦 就是我的一些朋友发的很洋气的照片 我都不用外界的加持 本人就洋气 然后我说你看他们在游泳 我也不用去纽约第五大道 我整个 我哪个大街我都当着第五大道的走 然后我妹以前是住广州 就是一个地方 那边下面就是那个街市 就是有卖菜 但是我妹走在那个菜 因为我本身 菜跟羊跟猪的那种 却洋气 単汇旁 根本就不需要旁边那些 什么精品的点缀 根本就不需要 然后我妹就说 就她街市菜市场 她也可以走成第五大道伸展台 请问您洋气的秘诀 我觉得洋气就是 很自信跟毫不散乎别人的眼光 但是你们要从内心由衷的散发 不是说今天穿了一个比较洋气衣服 就觉得自己特别洋气 就觉得自己很得意 不需要 我穿得很不洋气 我也是觉得自己很洋气 我跟你们讲小米洋气到什么地步 我记得那时候她在广州 然后阳城晚报 对不对 就请你写时尚专栏 然后就要拍她平时的穿搭 我都在那街市拍 菜场旁边 对 她就跟我说 姐 你帮我拍一下 我说那我们要去什么 一些景点拍 而且我工作的都是 她就说 不用啊 楼下那个菜市场拍就可以了 然后我说 你确定吗 然后我妹就在菜市场拍 但是拍出来就是很洋气 对啊 而且以前我工作是在时尚圈嘛 那身边的女孩都是流洋的 我不是让我最洋气 我妹是台湾乡下土妹 却最洋气 自信都比她们满点很多 很奇怪吧 台湾乡下土妹却是时尚的写手耶 对 而且就是那些流洋的女子 我都把她们踩在脚底下 也不用踩人在脚底吧 她们需要那些包装 我不需要 因为我有一个洋气的内睛 然后她看到 就是安安老师的那些朋友 发的那些一些 就是在欧美街头照片以后 她就跟我说 姐这些人都不洋气 却一直私底下为情所困 她对于感情的态度 一点都不洋气 就是患得患失 跟非常的传统保守 所以我妹就说 她今天要来教教大家 什么是真正的洋气 因为她说这些都是表面的洋气 其实内心一点都不洋气 我说好啊那你今天来节目说一下 要怎么样真的成为一个洋气爆棚的女子 我觉得洋气的重点是什么 就是你看外国女生的生活态度 就是很自由自在的 很free的 就是她们的心灵没有枷锁 就是心灵很爱干嘛就干嘛 很舒适自在 爱露点就露点 连内衣都不屑穿的 就是even 我跟你讲 你们不要装洋气 奶很大才敢露点 真正的洋气是 平衷也 我平衷我都是照样露点的 Don't care 这才是洋气啊 你看那些老外奶都垂到肚子上 还是露点 无所谓都激突的啊 舒服吧 不喜欢穿内衣 重点不是要露点 我就说是那种态度 因为就是她们不在乎 别人怎么看她 我奶就是垂啊 随便你怎么judge我 就是不想要穿内衣 但是可能我们亚洲人就会觉得 奶这么垂怎么好意思露出来 都是她很坚挺才敢露点 或胸部很大才敢露点 我妹现在是人身胸部最大的时候 对啊 我现在就是因为 居奶了 就是胸部有一点大 就是因为怀孕 对啊 那天给我看 真的很惊人耶 肚子也蛮大的啦 都很大 屁股也有一点大 不过没关系 小孩就是吃得很饱 我说阳气的态度是一种 无拘无束自信 跟不要在乎别人眼光的 一个新女性的态度 你不可以穿得很阳气 住在很阳气的都市里 好像外表一切都很阳气 甚至还都讲着一口法语 阳文 但是你的内心却保守不堪 为了一个男人就要死不活的 这根本就不阳气 不一定是为男人啦 我讲的是比如说你会 你如果觉得说 我今天穿得不阳气 我就不阳气了 那也是不阳气 就是不阳气啊 因为你的内心 你就是一个 就都是假的 因为你的内心 我们也要表达的就是说 真正的阳气 其实就是你内心真的爱自己 觉得自己很棒 然后不会去顾虑外界 对你的期待跟眼光 就是过得很自由很自在 你们就是要学外国的女性嘛 你不能只学她的外在 要学她的内在啊 对啊 外国女性都是比较自我一点 然后自己很有自己的想法 然后比较不会care别人想什么 对 所以 如果你内心真正阳气了起来的话 你就是整个人阳气到一个不行 你不需要穿那些阳气的东西 对 就是阳气 就像我妹她 因为你讲话就是有阳气 她可以在接 她可以在那个卖猪肉的旁边 拍时尚的照 她也是阳气的 因为她内心散发一种气场 就是气场很旺盛 我真的觉得 那我问你 我内心也很自在 为什么我也不阳气 没有因为我毕竟还是凡人 就是我内心阳气之余 我也是很喜欢 流行时尚 也是喜欢打扮自己 你是已经佛门了 我不了解佛的时尚 我看不懂你 我不要走菩萨风格啊 就那种风 拜托大家 先从内心阳气起来 要不然你整个人看起来 就是很想变阳气 又很土俗 看起来很别扭 对 我妹就说 她觉得她看到我朋友 发的那一些照片 她就觉得说 她看得很别扭 因为她说 如果只是外表这样子 但是内心没有这样子的话 整个气场都不对 对啊 没错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不要太在意 别人的眼光啦 但是我跟你讲 很多人真的 她就是做不到 比如说发那些阳气照的 那些我的朋友啊 他们就跟我讲过 其实他们可能活得很不开心 因为他们必须要伪装出 大家眼中很阳气的那一部分 穿着花服 然后在这种 比如说这种很欧美 很时尚的地方工作啊 但其实他们心里是很不愉快的 比如说感情生活也好 工作生活也好 他们都觉得压力很大 而且可能他觉得 他也没有办法脱离那样的环境 比如说有人他因为这样子的工作 导致整个人就一直在焦虑症 然后我说那你就 不要做这样的工作 他就说不行 因为不做这样的工作 我就不氧气 这样大家就 我就喜欢大家这样捧我啊 就是觉得我很氧气 我做伪装还这么氧气 然后 看我就在街市走路 做伪装就氧气到不行 我先生真的是流美的 我却比他氧气 然后 然后那种 另外的朋友就说 我不行 离开 就是现在的感情再差 我也不能离开啊 因为 就是因为现在感情 让我可以过这种 看起来很氧气的生活 所以我就没办法 就他们都非常顾虑 别人怎么看他们 所以就困在里面 所以其实都一点都不氧气 嗯 对啊 但是 当你跟他们说 就是如果你要 过得真的开心自在 你就不能在乎别人的眼光 他们就说做不到 就没办法 就真的没办法 他没有办法去做伪装 觉得很丢脸 没想到我做伪装就这么自己 对我妹做伪装 她做伪装都说 你真的很low 她就照样的氧气 没有 没有人说我low 有 但她就不管 她就照样的把伪装 做的氧气 很氧气 没有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讲我啊 我又没有需要一个 很氧气的工作 来衬托我的氧气 我的内心就是氧气 自欺的氧了 因为我 我崇尚欧美的是 生活的态度 是个内心 不是 不是这些外在的枷锁 嗯 对 所以 我不需要 在外企工作 穿得很氧气 然后 穿很氧气 我不需要 我在街市里 坐着围上 却氧气得不得了 然后 所以我今天要来讲一讲 就是对于这一些 就是她觉得 她一定要符合别人期待的人 要怎么样子 可以让他们放松一点 嗯 我妹其实她没有这种转变 我妹是从小 我不太学别人 我妹从小 我妹从小 我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从小就超氧气 你应该从一岁就开始很氧气吧 我不太在乎别人的眼光 这可能是天生的 嗯 我妹天生是这样 但是我是有经历过 就是 对 我一开始也会在乎 有 我也会在乎 青春期的时候 蛮别扭的 但过了就还好 青春期女生是很 在乎别人眼光的时段 对不对 就会一直梳刘海啊 对对对 然后想说 今天长痘痘怎么办 什么之类的 嗯 就是因为我青春期的时候 我们是男女分班 所以我不懂 怎么跟男生相处 我看到男生我很紧张 嗯 对 就可能要经过男生班 或去跟他们讲什么话 我会很紧张 嗯 其实我不建议去读男女分校 嗯 我觉得是内心会怪怪的 就看到男生很害怕 没看到这种东西 因为我们以前学校管很严 是你不能 我跟小米是同一间学校 你一句话都不可以跟男生说的 之前在节目里也有讲过啊 就说我以前看到男生也会很紧张 就是因为男女分班的关系 我也觉得最好是一开始就是男女合班 我也觉得啊 会更好一点 对啊 后来我们就实验班 就是我们那学校后来就是 在我国三的时候实验班 就说要 我刚好被选到 我们就是唯一的男女合班 我们感情超好的也没有怎么样啊 对啊 本来就需要异性的朋友 因为其实到最后 女生班会发展出 承诺激烈你知道吗 对啊 因为情窦初开的时候 身边没有伴个男孩 所以有些女生就会开始觉得 比较帅的女生是男生 所以就会写情书给他们啊 像我也会受到 也有别的女生喜欢 我就很怪异这样子啊 但其实不是同性恋 真的不是 他高中就好了 因为他有接触到外界 他知道 是世界上还有异性 还有男性 他就好了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情窦初开 然后太压抑 就是怪怪的 对啊 撇开这一点 我们回归正题 阳气 就说怎么样子 可以放下别人的期待 其实我觉得 你真的就不要 我不懂 那放不下的点是什么 因为你是天生就这样啊 你天生就是一个 很阳气很豁达的人 不是 但是别人对我的眼光 就是对我没有影响啊 我就说 譬如说我今天 我过得好 过得不好 我爱A爱B 我结婚不结婚 别人怎么看我 都不会到底对我有什么 其实对我真的没什么影响 你们仔细想想 真的不重要耶 是 对啊 但是大部分人 大部分人在那个困扰里面 我知道为什么 因为大部分人都很爱面子 我蛮不爱面子啊 那个在心理学 心理治疗里面 有讲到一种 我们说的一种心理的问题 叫做社交障碍 然后这种社交障碍 它会有一个特征是 它会把外界的眼光放很大 所以即便 它就是去一些 很平常的聚会 它都会觉得 每个人都爱看它 其实根本没有人在看它 也就是说 其实很多都是 你把自己想到了 你把自己 对啊 对你放大了别人 对你的注意 还有一点 还有一点 我在想说 他们是不是也把别人放了 因为譬如说 人都会对 换位思考 像我觉得 那个人发生什么事 干我屁事 我也不会想知道 所以我觉得 我发生什么事 他应该也觉得干他屁事 所以他 你懂吗 所以这些人 会不会是看别人的事 也很认真这样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其实主要是 他们会把别人 他们会觉得 别人就是会关注他们 那他自己 是不是会这样子 关注别人 他自己会不会 关注别人 也还好 也还好 那换位思考就对了 因为我会觉得说 那人发生什么事 他干我什么事 所以我发生什么事 他怎么会在乎呢 对 所以其实当 就是有社交障碍的人 去做治疗的时候 通常就会 教他们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治疗师会要求他说 你今天出门 然后你回来 你写清楚 你今天看到什么 然后他会想说 好像也没有 好像也没有 在注意什么 对 好像我都在注意 别人有没有注意我而已 然后第二点就是他 是明星 怎么会这样 第二点就是 治疗师会给他作业 就是除了这个作业以外 就类似像你讲的 就是 其实你会发现 你都没有在注意别人 你怎么会觉得 别人在注意你 对对对 这是换位想 第二个作业 就是比较难度高一点的作业 就是说 你出去今天做一件 有一点求的事 然后呢 其实别人不太care 然后你隔两天 你去问 有看到这个求是的人 你前一前在干嘛 早就忘记 然后 结果大部分人回来都说 没有人知道我在干嘛 就说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不是superstar 对 就如果你一直纠结说 你刘海到底要用左边 还用右边 还是用左边 还要很confused 一直想我刘海到底要分左边 还是分右边 你会发现 请问你注意过你 就是隔壁办公室的女生 刘海分左边 还是分右边吗 你根本就从来没看过 你根本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过 对所以其实就是说 大家不会这么专注你的 第二个是直接去问他 你有看到吗 对方就说没有啊 巨星不需要这样子的 反而真的巨星还比较有自己的态度 敢离婚就离婚都不管别人 所以就是像这些朋友 他们就说 那我苦心经营的形象 不是毁于一旦了 我的事业 我的感情 我想说 你又不是啊 直接你苦心 我跟你们说 你是J-Lo吗 好 我从分析给你们听 你们已经把自己摆在了 那个贝克汉的位置 但是你知道 贝克汉如果人生出现什么问题 他会这么慌的原因 是因为他怕 因此他年收入会少一半 他们是Care这个点吧 不是Care说这个别人怎么看 我不是 他们是想说 那这样子我手上的代言 是不是会少了 对不对 那我身价是不是就低了 人家Care的是这个很实际的东西 你又没有 你在Care什么东西啊 你会因为你婚姻不信 你手上代言就少了五个吗 你根本就没有代言半个东西 好不好 为什么啊 我家好妈妈形象没有代言 就是妙部的代言就丢走 没有 他们没有任何代言啊 就路人 那你那个苦绕什么 路人很苦绕 自己是巨星 就很奇怪啊 你又不会因此而就是 演唱会的票卖不动了 所以各位 如果你们很想要从内心发出很洋气的态度 没有人Care你们的 你们就看清楚你是谁 然后就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像以前啊 那个以前我们家就住在台湾的乡 现在还是住在乡下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青春期的时候 台湾有流行一本杂志 叫台北走路 台北Worker 然后还有 有一些报道 叫New Yorker 就是纽约客 然后我妹就是说 她一副很不屑的态度 她就说 我就long tanker 龙潭 就是台湾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她就说我就在这边 我就是这么洋气 对啊 然后即便我妹 她出国玩 但是因为养不养气别人不care我 外国人也觉得她洋气 所以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态度 我先生也觉得我很洋气 大家不要觉得说 自己今天穿的什么职业 我先生从小就在美国 然后长大在美国 然后工作在欧洲 但是他却觉得我妹 这种乡下妹 走在世界的尖端 我却这么的迷人 所以这一集就是告诉大家 真的不要迷信外界的东西 你知道内心是氧气的 内心看清楚自己是谁 我不是贝克汉 对啊 那又怎样 那我就好好的 你又会丢了带眼 你紧张什么 你又没有带眼 我就活好我自己就好啦 然后不用活在别人的期待里面 那么焦虑那么痛苦 那不氧气 你不用一直活出别人眼中 好像要羡慕你 这才叫人生成功 不是 我跟你讲 人生最舒服的状态就是 舒服自在 自己很自在 就无时无刻可以做自己 没有别扭 没有那 这最自在 我觉得这是最美好的状态 如果你有一天活出 那么自在的样子 你会开心的不得了 然后你会发现 这么的活着 比去在意那些 就是一点都不重要的事 还要好多了 是的 好 那就是我们今天的阳气教学校 大家都有学到 祝大家在 你觉得中国哪里可以走出一个阳气的舞台 都可以走出很阳气的舞台 你说祈连山下 都可以啊 你们要有自信 对 对啊 因为现在过年啊 就有一些网友 他就会贴一些图 就说 在大城市这样 然后回到乡下以后穿哪样 就好像在耻笑人家回乡下过年很不阳气 但我在想说 根本就不是 他在乡下照样可以超阳气 只要心是阳气的 你穿着 就是 农人的衣服 也是阳气到爆 反正你有一天发现 别人觉得你阳不阳气 你根本不care的时候 你就阳气了 对 好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们下周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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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